主席 主席 我想請代主委 委員長 主委好 早上啊 我坐在那裡看到記者包圍你 那種很生氣啊 還是第一次看到我平常覺得你還是蠻溫順的 溫柔的 但是呢 針對該抗議該覺得不對的時候還那種氣魄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這一次的那個女子高爾夫球賽 在我們桃園縣的楊梅鎮 我就是楊梅鎮 所以呢 我們當地的鄉親啊 都非常的高興 有喜事的心情來迎接這個會 然後呢 我們也看到18號啊 這個 某某報啦 自由時報 他說 LPG台灣賽升國旗代價7億元 然後我也把內容很詳細的看啊 對不對 這裡面呢 這個 開幕典禮時候 將升國旗 別際異議 升旗的代價是 台幣7億元 在這裡面呢 這個 揚聲球場的 許老闆說 在籌備的過程中 要克服的問題 除了經費之外 還有政治的干擾 那政治的干擾 他也提到 都是中共的那個干擾 然後呢 他最主要是和約書 所以呢 他在當場呢 就季節說 就不對的 不能升國旗的 我覺得他這個也是蠻好的 這個喜老闆啊 也蠻有gas的 而且 最後呢 和約書改了 中華民國的國旗啊 將正式 在那個LPGA的那個開幕儀式啊 正式升起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 也是非常正面的報導 但是呢 沒有想到第二天啊 哎 一樣國旗的事情啊 這台灣賽體委會 一度歸說 主升國旗 然後我也看到你的解釋之後呢 我覺得說 有時真的媒體啊 這是國際的問題啦 有的真的 不要隨便這樣弄 弄到變成頭版 然後讓我 破壞我們整個國家形象 也破壞昨天啊 就前一天啊 喜老闆那種 那種很為我們 維護我們國旗那種正義 結果呢 因為今天的這個報紙 一弄去了啊 覺得 體委會也不對 然後那個喜老闆也很多危機 讓喜老闆 做這個事情 和您體委會 就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相信 體委會 應該是很正面的去協助 因為這是國際賽事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當中啊 我這希望說 不管是媒體也好 而且呢 可能有轉播 這對我們的國際形象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裡 我希望體委會全力的支持 在這裡面有提到說 要花七億 剛才我也聽到你說 大概整個的 應該不要七億吧 申辦書給我們的預算金額呢 是一億九千萬 那這個七億呢 應該是乘以三 因為這個LPGA要連續舉辦三年 所以那個七億 我想 我不知道媒體是怎麼寫的 因為他給我們的申辦的預算書裡面 是一億九千萬 對 應該不是說這個七億 分三年 所以說呢 這樣子一弄去的話 一億九千萬 我們體委會就補助他兩千萬 我覺得這數字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你說可以補助的 大概就一億 要補助給各社團 那今天 這個是職業賽喔 對不對 職業賽 你今天補助了兩千萬 那其他的那個項目 也可以辦很多活動 到時候你哪裡來了 這麼多錢補助呢 所以呢 我是覺得啊 這個補助兩千萬 已經非常大了 對這個體委會對這一項啊 真的非常非常支持了嘛 對不對 對 那麼多錢啊 所以我也擔心 將來齁 因為有你這兩千萬補助 其他的可能也不用 他可以報了很多 然後徵求你的補助的話 那你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喔 那另外呢 體委會齁 這個 也是昨天的 也是昨天的 18號 他體委會齁 擁有贊助 卻不知預算在哪裡 剛才你也 我那個郭委員講的時候 我也聽到你也解釋清楚 但是這裡面有提到說 你承諾國家高爾夫 其訓練中心給揚聲辦 是不是 讓他給他補助 要兩億元 左右的費用 我以為那個是 又更離譜的事情 因為現在目前高爾夫的選手呢 其實都在各個不同的球場 在做培訓嘛 我們一共有52個球場 現在在各個不同的培訓 我怎麼可能會說 體委會會蓋一個球場 那個高爾夫訓練中心 那個訓練中心在他那邊 這個聽起來都很奇怪的事情 對 主委 針對這個兩億 讓人家 如果老百姓看這個的話 會覺得說 體委會真的 答應人家又不給錢的話 這是非常要不得 所以體委會 你要針對這個消息 這樣子說 你要補助答應他的 要追究 是哪裡來的 是哪裡來的消息 如果是說 揚聲的老闆講的話 揚聲老闆要負責喔 許老闆要負責喔 如果不是的話 是誰 我覺得 問記者嘛 問自由時報嘛 哪裡來啊 問清楚喔 因為這影響國家 形象兩億錢 要補助給人家 答應給人家 又不要的話 以後誰敢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主委 針對這件事 一定要追究到底 這我們一定會來做 因為他也寫得很離譜 他說是93年答應的 93年我都還沒有上任啊 怎麼會有這種離譜的事情 主委 93年是民進黨執政 說是民進黨的主委答應他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要追究嘛 沒有關係 追究出來嘛 然後呢澄清嘛 讓大家知道嘛 好不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去做喔 好不好 謝謝委員 那另外呢 中華職棒的總冠軍賽 已經在上禮拜開打了 擁有七戰四勝的 第一第二第六第七場的 那個桃園 這個桃園獎 主要門票有五百塊 升到六百五十塊一張 你知道這是吧 之前有聽他們說過這是 桃園在他的理由是說 職業這個本來有成本非常高啦 還有企業投資的那個 他們的財團 虧損了一億多 而且近年為要提升這個水準啊 付出很高成本 一口氣漲了三成 對於這個桃園對這個漲價的 這個門票這件事 你有什麼看法 呃 其實之前有聽說 他們有提到這個問題啊 那當然就是剛才 如同委員說的 他們講的理由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在開檢討會的時候 我們會 會來深入了解 就是說 到底他的那個成本效益 跟人數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 來做深入的一個了解 對 那主委這個要真正去了解 大概是怎樣的情形 但是我不是說不贊成或者是反對 這個都不是另外 但是要了解他 為什麼深那麼多 啊 因為這球 中華球辦 我們在在大家 希望大家鼓勵大家去看嘛 由於長長相 大家又不去看的話 也是會影響嘛 種種的原因很多啦 我們了解一下 還有提委會 你那政經棒球運動的總計劃 希望在一百年的時候 這中華職棒大聯盟的二軍制度要建立起來 但是你制度比較健全的 像統一師啊 還有桃園這個二軍啊 扣除代訓的那個球員以後 只剩下15個人左右嘛 那其他的兩隊啊 更慘剩下六七個 根本就沒有辦法組成一個隊伍嘛 還有今年九月以後 你提委會 不再將這個棒球專長的那個服役這個選手 交給那個職業球棒他們來代訓嘛 那主委要如何來實現呢 這個計畫呢 二軍的這個部分齁 就是我們原先的意思是 希望把這個替代儀給職棒 然後讓他們培訓這個二軍 然後讓他們建制二軍 那其實現在以目前的狀況來說齁 其實是有兩個球隊的二軍建制是相當的不錯 比如說像剛才委員提到的那 那你有他的二軍確實他不只有二軍 因為我前兩個禮拜還跟那個老闆 有通過電話齁就了解他的二軍的部分 他還跟我說他甚至他不只有二軍 他連三軍他都想要建制 所以就是說有制度的這樣子一個球隊 其實也是有 當然也有一兩個球隊的二軍的這個建制呢 其實並不是完整的 所以相對於二軍的建制不完整 他的戰力也就是很嚴重的有受到影響 這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從這一次的賽事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是現在今年都是把二軍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以後慢慢的要變成一個募軍制的嘛 所以我們也要做因應 所以我們現在呢 二軍的這部分是 就是把他送到國訓中心來做藍擺這樣的一個培訓 可是 就是職棒的這個二軍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會繼續輔導他 就是除了替代育沒有替代育 你自己還是 你本身就是要建制二軍嘛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繼續輔導他 那你還是有信心啦 是這是一定要做的 那就很好 還有呢 八月底那個職棒 那個嚴任的那個趙守伯那個會長 他要卸任了嘛 職務 這個我聽說代主委 就是說你明年我們便到教育部去 那個教育部的那個提議 那個就是你這個主委的位置沒有了嘛對不對 那聽說你要去接這個位置啊 到目前為止 我是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講過 我是覺得也不錯啦 代主委 你是體育界不錯的人才 本身又是壘球出身的國手嘛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個壘球專業 這個知識都很豐沛 如果來執掌這個中華執伴 我是期望說有一番新的那個作風啊 有機會的話也不錯啦 那另外 9月29號的時候 代主委你在本委員會 報告運動採建必案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委員啊 都認為體委會 只是你依據這個 我們運動採建那個條例 第25條修的說 只有罰15萬塊對不對 認為太輕了 當時主委 你也表示要研修這個修法嘛 要提高類似發生這樣的罰則 還有呢 這個我就想要請問你現在進度到怎樣 我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在很快的時間 在10月3號呢 其實我們的那個法條就已經 就條文已經修訂完整了 所以10月3號就已經發函給各部會 那現在各個部會呢 也在審核我們的這個條文 那在10月4號的時候呢 我們也也開了跨部會的這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那我們也預計在10月29號呢 也會再召開跨部會的一個會商 針對我們修正的這些條文 那這個修正條文裡面大概有八條的條文做了修正 那主委 這個我也我也很去了解 說你們這裡面 對於這個修法的發行機關呢 做出了修正 但各部會的意見 每一個有不同的意見嘛 是 你委會你是希望由大企業家來負責 可以那避免惡性的倒閉的風險嘛 是 當然最理想的企業 本身就是有金融這個背景的銀行業嘛 是你們的意見 但是金管會卻認為由銀行業來承運 這採那個採件的 運採的業務不方便管理 主委 金管會認為管理不便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開跨部會的時候有 他提出來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召開跨部會的會議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任何的行政程序 就是我們的條文修正出來的以後呢 我們也要及時廣益嘛 所以我們才會分送給各個部會來看 他不願意的 他覺得銀行業不方便管理的事為什麼 他真正的原因我不曉得 可是就是說 他去了解一下啦好不好 你們希望的 他認為不方便嘛 金管會 你們要去了解 那我們有希望在時程上 你知道我們這個會期到12月14號就要結束了 如果你在這個會期不送出來的話 那這個就是到下一屆的啊 對不對 對 所以在這裡呢 我希望趕快農個送到我們立法院來審 好不好 OK 謝謝委員 謝謝 還很準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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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